逆转圣,白领的奋斗 第一章,初来乍到 故事的主人公,叫做张翔,是一名年轻的白领 他在一家大型企业找到了工作,对未来充满期待 然而,他很快发现自己陷入了职场的困境中 长时间的工作和高度压力使他感到心力交瘁 第二章,无尽的重复 张翔每天重复着相同的工作,生活像是固定在一个循环中 他被职场的无情和竞争压的喘不过气 夜晚常常失眠,对于这样的生活感到绝望 第三章,挑战与打击 一次次的挑战和失败让张翔挤进崩溃 他开始怀疑自己的能力和价值 在职场中,他总是被忽视和压制 让他的自尊心受到沉重打击 第四章,转机的出现 在最困难的时刻,张翔遇到了一位前辈的帮助和支持 这位前辈告诉他要相信自己,并给了他一些宝贵的建议 这成为了张翔重新振作的转折点 第五章,勇敢的改变 张翔开始勇敢地挑战自己的局限 尝试不同的方法和思维 他开始主动学习新的技能 勇于表达自己的想法和见解 他的改变引起了同事和老板的注意 最终张,逆转胜利 随着时间的推移,张翔的努力逐渐开花结果 他在工作中展现出优秀的表现 赢得了同事和老板的尊重与认可 最终,他成功地带领团队解决了一个关键问题 为公司带来了重大的利益 结局,鼓舞人心 张翔的故事成为了公司内部的佳话 他不仅在职场上取得了成功 更重要的是他重新找回了自己的自信和勇气 他的故事鼓舞着更多的人 让他们相信只要努力不懈 逆境也能转位胜利